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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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要听医生的指示 要呼到多久 正确的把情况好转的话 也许就可以不用继续吃剩下所有药 就感冒而已 应该是这样 不可以 因为还是要按 如果停止用药 应该经过医生的建议 对 正确 你就会问那一方啊 对 因为这样才不会变质 应该是看药的种类吧 有些只要放阴凉醋就好 不用放冰箱 不用啦 过餐就过餐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下次就没餐要记得吃就好 正确的 因为你都忘记的话 你就补吃 如果有抗争素之类的 可能就是一定要吃 我要取这个牌子啦 这是错误的 超过了它的所有的期限 那就不能再吃 对 对 如果有认识的朋友 有同样的症状的话 就跟他讲一下啊 不可以 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体质跟那个药性都不一样 必须要由医生来合理的诊断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我是觉得还是不要随便建议 有差异啊 就是换后要换后吃 换前要换前吃 错的吧 但是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不会 特别是注意换前吃换后吃的问题的时候 规定你是换前吃 那如果说你忘记吃了 你换后吃 也可以 很多饮法族啊 对于有一些用药的观念 可能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认知 那像安眠药呢 它本身有分长效型的 也有分短效型的 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 还是要依据医师的指示 跟药袋上的一些说明来服用 大部分的药品 我们都是建议储存在阴凉通风处 只有少部分的药品 譬如说眼药水 或者是某些胰岛素的蒸剂 我们会建议放在冰箱 那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药物都放在冰箱 反而容易造成受潮的风险 每一个人的年龄体重 跟个体的体质是有差异的 而且每一个人罹患的慢性疾病 都有所不同 自己服用的药物有效 不代表对于别人也是有效的 只要我们能够主动的询问 主动的了解 就可以让我们的疾病 获得更好的控制 周日晚上11点 记得准时收看 超临时牺牲